终于是经过朝野协商之后 在今天敲定了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 来到立法院针对实验问题来进行实案专报 而少总陈建仁的报告内容也曝光了 是把这次的瘦肉精事件定调为单一事件 不过之前这个食药署召开瘦肉精专家会议的时候 传出有台中市政府的人员 疑似是委屈而落泪 而对此陈建仁跟选人员也有最新回应 带您一块来关心 900件的检体的检查 都是没有发现含有西部特罗在内的瘦肉精 而且台中市政府跟中央政府的看法也一样 就是说这是一个单一样品的检查的事项 就只有在台中市政府的检查 发现有西部特罗 所以我们也特别请卫福部的专家学者委员会 来做进一步的调查 这个调查的结果相当的公正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尊重专家委员会这个调查的结果 我没看到的时候不知道详细要清醒是什么 那这个是依照科学来认点 跟情绪大概没有什么关系 听听到陈建仁是表示包含了这个中央 以及地方台中市政府都把这次的事件定调为单一事件 因此他也表示希望大家可以来做理性科学的讨论 而另外外界现在也很关注就是中国大陆的渔船翻覆造成良色意外 这个之前海巡署是承认了他们当时并没有这个影像来还原这个事发的过程 但是现在包含了生还者以及海巡的说法是大相径庭的 到底谁说的才是实话 也代替要成建仁的最新回应 这门检查署的这个说明当中 并没有证实这个渔船的窗户是因为碰撞而引起 所以我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来相信这个司法的调查的公信力 我们也希望媒体还有有心人士不要再以而传而 让我们相信司法 我们也希望金门地检署尽早能够来增结 然后跟国人做最好的说明 另外稍早针对这起事件法国部长也受访了 究竟没有录影是否有违法 已经没有办法来还原事情的真相 他也表示目前都是交由检察官来做调查 跟陈建仁的说法一致 不过到底真相如何 现在下一档也是全力狂轰 也希望这个检察署能够尽早还原真相